好另外再看到瑞穗香农会完成了复原超市整顿修缮之后 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彩绘超市旁边一大片的水泥墙 那么由嘉义县彩绘女大师来操刀 以复原古王争霸凤梨小火车 以及文旦用等社区意向为主题来进行彩绘创作 如今彩绘完成了 那么社区的民众以及游客也都为之惊艳 成为在地打卡的新亮点 原本单调矮版的水泥墙 经女彩绘大师翘首一画 复原三村社区产业特色满满一整片墙 社区民众以及游客为之惊艳 纷纷驻足欣赏拍照打卡 你都会常常来这边买东西吗? 有啊 有哦 有没有发现这也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啊 很好看啊 本来没有嘛 我这样看很好看 不论是把宰庄古王争霸活动 保安公的城隍爷 乃至于在地温单有农产 整修后的复原超市购物情形 丰富生动 绚烂饱和的色彩 为这一条项弄点缀的好不热闹 尤其每个图案都有立体互动的彩蛋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周玉梅开心的表示 现在已经成为了复原社区的新亮点 那其实我们社区一直也很想画这边墙 后来听说那个费用就是非常高 也是也不是社区发展协会负担得起的 那就感谢游戏乡农会 愿意就是去争取经费 然后把这边墙整个美化 然后变成一个亮点 那未来也希望说 复原社区有这边墙之后 有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好朋友 可以一起来这边拍照打卡 然后记得到我们的农会生鲜超市 购买我们的农产品 事实上瑞士湘农会在完成 复原超市内部空间整段修缮后 面对超市外这大面积的水泥墙 总干事黄顺黄也积极争取 获得县政府的支持 聘请嘉义彩绘大师来进行彩绘创作 营造超市整体新意向 也进一步美化社区景观 首先要特别感谢花莲建政国 这次特别拨预算 来协助瑞瑞湘农会 来彩绘这边墙 瑞瑞湘农会也特别 从嘉义请了这个 彩绘的大师来这边做彩绘 那我们把瑞瑞 复原山村把台上的一些特色 都融入在里面 那也配合我们 这个瑞瑞湘复原分布超市 新落成 改善完成 那希望说能够相辅相成 那增加一些地方的一些 首饮跟观光的一些价值 历经一个月的时间 从单调的水泥墙 摇身一变成了一面充满 浓厚人文产业特色的社区彩绘墙 农会还贴心的设置了最佳拍照位置 让游客民众可以将整面彩绘墙的故事 全都拍进您的打卡镜头里 记得石玉兰最次采访报道 对赛兴不带 Figaro 请参加写词 请参加写词